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蛮傻的女孩 就是乖乖的很单纯 但她其实也是有自己的情绪跟脾气 但是在面对她所爱的人面前 她最终仍然是会选择 就是相信对方给对方机会的 那在这一点我觉得她 这是她的优点 可是也是她吃亏的地方 就是她很容易 因为她的心软 而导致自己受伤害 然后她一边擦着伤口 然后一边拥抱对方 说没关系我原谅你 我觉得这是她最傻 最让人心疼的地方 最有印象的应该是在很后面就是某个暗料我的家伙 她一个不小心拿刀物伤我这个部分吧 因为我还没有演过那种被就是受伤 然后全身流血的那个场景没有遇过 那这一次在这部戏里面我很运气算很好嘛 反正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演受伤 然后全身都是血的 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虽然弄得粘梯梯的这样子 应该很少有人有机会全身遇血这样子 嗯 就还蛮好玩的吧 嗯 剧组的大家都很好 最有趣的是 剧组人员只有两个人 可是他们在只有两个人的情况之下 居然可以顺利的把一部戏 一部20分钟的微电影给她 好好的hold玩 然后非常的追求完美 我觉得这是最棒 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嘛 就是因为大家都非常认真 然后可是再认真至于又不严肃又很快乐 我觉得这就是我追求演戏的一个最终目标 就是在快乐的状态之下 又认真的完成一部戏这样子 就是渣男很多 渣男很多 然后方琪很可怜很傻 然后其实我 我也一点都不意外 那在觉得很心疼她的情况之下 我也只能够陪着她走到最后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身为饰演她的演员所能够 唯一所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陪伴角色到最后 不管她最后的结局是幸福的或是不幸福的这样子 的话,我们非常感兴力 这就是附近的3分钟 你最会知道? 那觉得那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已经做了